你大挡的时候记住 记住一拳 再来一次 记住 我们要大挡先 再绝拳 看到吗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次有新一辑了 的教学片 今天难得有很多朋友来 可以帮忙 今天想说一个人多 才能做到的就是单档 单档来说 我见一般年轻球员 或者比赛经验 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 有很多时候在单档上 这个概念也有点错 或者发挥不了一个很完善的效果 有很多原因 第一 单档 究竟我去逼人解释 我去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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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去哪里 或者我怎样当一个人 第二 如果我想我队友走位 一般如果我打街场的时候 我想我队友走位的话 我会去逼人 让他走位 你知道有很多球员 或者有很多队友 发觉 站在那里 他就站在那里 因为那球给他 他会射 那为了令这些人走位 我一般都会逼人 走走走走 就是这样的 通常 逼人有另一个效果 就是让你队友走的 今天我们就讲 我们怎样逼人 以及怎样用队友 有两方面的 OK 好 第一步 请了我的队友 先 好了 镜头一转 又看到我们 有四个人 今次有很多人 都只有四个 OK 先介绍一下 有Andy 黑色衣服 一会和我一队 有阿豪 另外有CM 那我们呢 现在就讲 我们的单档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我去逼人 让这个队友走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 Andy拿着球在左边 好 那CMR Andy 第一个要点 如果你去做Z pick的时候 记住 你去逼人的时候 第一个要点就是 你不应该走到队友那里 或者 不应该就这样站在那里 你记住 是应该走到 你在队友的敌人那里 然后看着 我们是用两只脚的中间 然后去挡住 然后去挡住 这个人 就看一看 两只脚的中间 去量敌人的中间 OK 我们另一看 就是这样 我们假设要去逼人的时候 我们是抹阔两只脚中间 然后这样去做一个逼 这样的话 为之最有效的逼 OK 当Andy在这儿 拿着球的时候 我去这样设定 然后Andy带了 好 停 停 看到了 我做不到一个漂亮的逼 一般这个情况之下 刚刚Andy带着球 你是一个完美的示范 因为Andy带球 我设定了一个逼 但是Andy呢 他就很好人地走到外面 好 平时比赛的时候 作为一个低位的球员 走去设定的时候 最常出现这个情况 我明明设定 他就走到外面 那我就动了 OK Beat moving pick 就是这些了 你忍不住要动了 明明我站定了 他就走出去 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moving pick 为什么会出现moving pick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大波那位球员 不懂用挡 你不懂用挡 就刚刚形成了一个 一个这样的差距 Andy再站回来 看着 我 向前一点 先 我挡左 但是 他走 他离开我 你不就给一条线 别人走 那你怎么样 你不就移个身去挡 那你不就是moving pick 明白 这个 记住一件事 大波那位球员 你是完美的 OK 对了 假设 对了 我看着我的时候 OK 现在 我的敌人 在他的慢点位 Andy下来set 那个pick 我们怎么用这个pick呢 看着 你要记住 当你就这样走的话 他一定出来的 因为你就这样走的关系 OK 记住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给一个搞动作 将敌人 移进去 然后 我们再运球 贴住他 走 好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很成功 要是这样的情况 说真的 在这肩膀碰肩膀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可能在中间穿出来 明白吗 如果我以前学的时候 我们是要手 握住队友的身体 因为 CM在中间叫一只手 对了 叫一只手出来的机会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 解释一下CM做这个动作 对了 你黏着是不是 黏着也会撞开你的 明白吗 你记住 你去到一个比赛 和你差不多的级维度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你用到 那肩膀的 当他就算黏得很迫 我都用手 把那肩膀射开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 一个完美的肩膀就是 押进去 下来 捉住他 这样这个时间 我就变成 换了防 就能够到 这个第一个肩膀 带挡的时候 记住 记住 一样东西 再来多一次 记住 我们要 先带进去 再贴住 明白吗 看到吗 OK 这样 你就可以做成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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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一个不懂录的人 他都会自己录的 是不是 要是你录完之后 不好意思 没什么做 其实都是这样的 OK 这个第一样东西 记住 带挡 你带球的时候 一定要 一个搞不错 将你的 敌人 移入 然后 才出来 用外側的肩膀 黏住你 队友的肩膀 过 OK 然后 如果你继续冲前的话 你产生不了距离 你的路线记住 不要冲前 拼住 拼完之后 向外带一下 然后 你才见到有个高低差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着了 可以射 可以交 或者 再过 都可以 第一点 带挡 好吗 好吗 OK